那個誰拿下拖把我們那邊地上濕濕的 不好意思我們這邊不能便利同學 是不是很誇張 欸像不像 猜得出來是誰嗎 日本動漫劇作 晉級的巨人呢 大家好我是最有童趣又最喜歡画畫的手艾克 最近大家有發現我們的影片 會變得很有氣質嗎 那是因為這陣子我跟幾個我很喜歡的品牌合作 然後我又怕如果把真實的自我放出來的話會玷污到人家 但連續拍了幾支之後我覺得就是 有點動不掉啊 很想要一路狂飆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請大家洗好安全帶 如果你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是不是該上床睡覺啦 做夜鞋了嗎 玩具熟了嗎 稍微找個理由把小孩支開好不好 最近就到中秋節啦 今年真的是過得好快 好像被偷走一樣 去年我們教大家怎麼消耗柚子 把它做成果醬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要來做一道 泰式鮮蝦柚子沙拉 這一道菜真的超級好吃 而且因為家裡柚子就是很容易很多 我常常有家裡或好朋友寄來 放一箱有時候 是一直在那邊 對都不會壞 放到都要過年 無性生殖 這一趴感覺很好玩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約我 這道菜非常的快速 是我以前去泰國學的 他最麻煩的可能就只有剝柚子而已 其他會加入我覺得蠻特別的材料是 蝦米跟花生 我們會另外再做一個泰式沙拉醬 再把所有東西組合在一起就完成了 那我們先從這兩個蔬菜 蔬菜 我們先從這兩個食材開始處理起 用中火慢慢把你的 花生的香氣給煸出來 家裡有烤箱的話 你也可以用攝氏180度 可能烤個三五分鐘 烤到你花生表面上色就好了 怎麼知道他炒好的 因為每個人的爐跟火力當然會有誤差嘛 你就等到他香氣出來 然後顏色稍微變深 就可以了 有沒有 一點點上色 然後你可以聞到香氣就差不多了 把你的蝦蝦放進來 是不是很想殺我 蝦子比較快 可能炒個一分鐘 他的香氣就會出來了 買的時候沒什麼訣竅 就是不要買太薄的 太沒有存在感的那種蝦皮 先取出放涼 先取出放涼 這個蝦我已經先去完腸膩了 來處理柚子喔 這個去年我們有教大家一刀流的切法 今年呢 就是毫無心意的 跟去年會一模一樣的切法喔 他的做法很簡單 先把頭尾去掉 要去多深就是 你要稍微有點 這樣切到肉 就可以了 怎麼說怎麼說 平常不夠深嗎 要多深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切一刀 切到正中心 到這裡 來罐頭笑聲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直接把它給 扒開來囉 欸他好乾 他應該會變成半圓形的 這顆比較新鮮啦 比較硬 這一顆有點乾 年輕不是應該比較濕嗎 欸真的很緊喔 欸年輕的有在按喔 我真的好痛恨剝柚子肉喔 但柚子肉很好吃 這個時候你知道你需要什麼嗎 你媽 我跟妳說這個世界上沒有比媽媽更好用的剝皮工具了 瑞熊我愛妳 而且柚子這東西其實真的非常耐放 他放到兩三個月 三個月可能太久一兩個月吃都還很OK啦 他可能算水果裡面 最持久的了吧 是吧 有人比他還持久嗎 你前男友他持久 這真的很緊耶 你在這邊給我 裝模作樣 還要我一顆一顆幫你拔出來 小朋友都上床睡覺了嗎 哈哈哈哈哈哈 門縫看一下有沒有人在偷看 爸爸說什麼好緊 做菜 柚子 年輕的柚子很緊要放過 好不好 先來製作醬汁 因為醬汁裡面有糖 你要等糖溶解之後去測味道才會準喔 所以會建議大家先做起來 然後他的做法呢 其實跟我們那一支 生春捲裡面的那個南洋蘸醬差不多 他就是大同小異啊 材料可能會有一些變化 你們看在你手邊有什麼 自己去調整 你家裡如果有導播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倒成膩就好了 辣家一樣喔 怕辣的人 你可以用裡面的紙就好 開玩笑的啦 暗蒜 變成涼草味 怕辣的人 你可以用外面的肉就好 不要用裡面的皮 不要用裡面的紙 我到底喝多少啦 不要嚇 鹹味的來源主要就是這個 有發酵 有超臭味的魚露 那攪拌一下 等到他溶解之後 稍微測試一下酸度跟甜度就OK囉 好臭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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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感覺還滿開車的耶 你說這樣嗎 你說這個位 你說這個位置 這個速度太慢嗎 我其實也可以開快車 粗度 居家生活就是這麼愜意 羊羊你喜歡的香草 喜歡的時候剪下一點 加在料理裡面 你的食物 就會變得更加美味了 這道菜呢 要加一點新鮮的香草 進去才會好吃 那我覺得最適合的是這個 香菜 另外加一點薄荷也蠻搭的 那我剛好陽台有種 我就是一個與大自然和植物 親近的寧家男孩 所以我就是採了一點下來 等下把它切碎 就可以囉 吸進去鼻孔裡面 我會切一點紅蔥頭 如果沒有紅蔥頭 你要用洋蔥來做也是ok的 OK 這樣所有的材料備完 我們把它們組合在一起 接到沙拉就完成囉 變成玉子 接到很純心的 一直都不要 這真的太好吃了 哈哈哈 你們答應我你們做看看好不好 我把材料都設計得非常好做了 其實道地的做法還會再加椰奶進去 但我就覺得大家好像沒有那麼豪邁 我就把它拿掉 你手邊有的話可以加 然後如果你想讓它更有飽足感或份量的話 你可以加像是米線啊 粉絲啊、冬粉 就是這些細細長長透明的東西 我覺得都滿適合的 在口味上啊 然後花生跟蝦米就是主力非常的鮮 然後又有那個有一點點堅果香的感覺 然後配上酸甜的醬汁還有柚子 第一次吃到這道菜啊 我記得是去泰國旅行的時候 然後我都很喜歡去參加當地的烹飪課程 其實我前前後後可能上了三五次七八次 很多數不清 但在所有的菜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柚子沙拉 它就是你想像不到的味道 但組合在一起在嘴巴裡面 也會有非常多的口感 花生很脆啊 然後柚子的嚼勁QQ的 然後那個酸味 中秋節如果把它裝在盒子裡面 帶去朋友家烤肉的話 太有面子了吧 朋友一看到就在想說 這就是今年中秋節 跟各位費寶們分享的泰式鮮蝦柚子沙拉 今天也是高速公務狂飆耶 開了一趟車覺得心曠神意的 又可以回去好好做人了 哈哈哈哈 巨人哥怎麼樣 我們的沙拉可以嗎 他這樣子是輕子洞耶 會不會太狠 掰掰